好 主席請這個衛生署長上來一下 好 請邱署長 這個 邱署長 好 邱署長 這個目前啊 我們的政策就是 應該講說目前食品衛生管理法 就是零檢出吧 所以在零檢出的這個基礎上呢 大家來進行所謂的 這個各地縣市政府啊 衛生局啊 加強茶器 所以零檢出 目前的零檢出政策 如果沒有辦法具體落實 你如何要來談 什麼修正 什麼開放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目前的民眾的疑慮 還沒有消除之前 你也不宜貿然來推動 任何的修法 現在呢 非常有趣的就是 有這個行政部門啊 所做的民調 有43%的 是 反對 修法啊 有48%的 是要來支持 那麼對於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在 應該要多多加強跟民眾的溝通 多辦 我們立法院這邊多辦一些公聽會 對 然後呢 等到民眾的疑慮 解除 之前啊 之後啊 我們才能夠來 從零檢出 來做修正 還有 我們的安全容許 現在啊 安全容許這個東西啊 以目前零檢出的正... 基礎上啊 受到非常大挑戰啊 我請問一下署長啊 事實上我也 我們這個利用這次的機會 大家全民都上了一個食品衛生的課 瘦肉精 我現在才了解 除了 萊克多巴胺之外 還有 SIMA 還有這個 這個ZAPA 啊 還有這個 這個SAPA 沙丁啦啊 沙丁多 沙丁安純 還有塞曼特羅 這個聽說啊 毒性比萊克多巴胺強 是不是有這回事啊 是 是 有 大部分都比較強 萊克多巴胺算是裡面最安全的一種 那這些東西 目前在台灣有沒有在 牛肉有沒有進來 有沒有被檢查出來 是 在 就以 去年來說 事實上還是 呃 萊克多巴胺的話大概有將近20%左右 20%上下 那麼另外呢 這個 我想詳細數目 是不是康局長如果比較清楚 好 那麼 好 是 剛來委員提到了幾個齁 尤其是 呃 塞曼特摩跟 呃 塞曼特羅 呃 事實上在之前 不論在國內或是在邊境 我們都有查到一些案例 那但是這些案例都是比較靈性的個案 是 這個啊 那我還問一個問題 有關安全容許 目前到底 是有哪個單位有能力來檢驗 譬如說瘦肉精其他的這個 東西所有的這個這個殘留物啊 有哪些奇怪台灣有沒有能力來檢查 我看到還有一個名詞叫做快速篩檢啊 我看到還有這個所謂快速篩檢機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有很多的地方政府的衛生局 查到用快速拆檢啊 查到所謂的偽陽性 他不敢報 那消費者都吃下去了 吃下肚子了 這裡頭就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吃下肚子的 怎麼辦 偽陽性的 那用科學的證據來做判別 在第一時間應該要馬上下架 第一時間沒有下架 讓消費者 吃到消費者的權力受損啊 但我看到政府的態度 政府立場好像是 要保護 業者立場你怕他下架之後萬一偽陽性變成是 這個真陽性的時候怎麼辦 我覺得要追求科學 科學 你的數據裡面 檢視出來是什麼東西 就要以那個東西 來跟民眾來說明 儘管他是偽陽性的 還是什麼 有疑慮就講 甚至要求 這個業者下降 這種概念類似像什麼 禽流感 F5N2 所謂低病原高病原 低病原 很多不敢報 這個很多有機制快死了 很多的業者他也不敢報 基隆不敢報 因為 在農委會裡面 不同調 農委會跟 跟這個這個我們的這個 衛生單位 不同調 因為農委會對於 低病原的 根本都沒有補助啦 所以導致了就也 逆逆疫情 這些東西 在整個 制度上都要 來 來處理 那麼 我剛才問的 到底台灣有哪些機關 能夠來檢驗這種所謂的瘦肉精 那個快速採檢 那個快速採檢是 偽營性會比較高 那麼 我們還有很多的認證機構 大概有 將近五十幾家吧 所以這個我想 細節請康局長來跟大家講一下 跟委員報告 除了公家機關之外 那我們現在民間認證的實驗室大概是 4 4家 比較確認的 那這其他的單位 當然也有這樣子的能力 因為只要有LCMASMAS 但是這個 只是說他們的 驗證的報告 可能是需要再 再做一個 確認 那因為 行政單位 這個東西要花多少時間 簡約一個這個東西 這要看他的那個材質 那如果說從這個 取樣 到這所謂的消化 一直到上機出來 可能是 大概兩到三天這樣子 三天 所謂的快速篩檢 這個東西 快速篩檢就是很快啦 它是用這個 所謂的免疫的方法 那剛才蘇長也提到 這個可能是牽涉到尾陽 會引性的問題 那現在目前在有些 縣市政府 縣市衛生局 他用這個 篩選的 並不是做行政材 材料 那他也有篩到 可能有陽性的 其實他會請業者暫時 就是不下架 但是暫時不要販賣 所以不會讓 民眾知道 但是要真正的要做行政 處分的時候 一定要再拿回去 做 確認之後 那才會做一些行政處 這裡頭就是有一點 這個時間差啦 可能在做行政處分 的時候啊 可能會比較需要 更正確的數據啊 但是這個東西是 民眾的疑慮 甚至於啊 我有發現到啊 所謂的CS認證啊 也 貼上去了 認證了 也查出來有所謂的 瘦肉精 是不是有這回事啊 在上次在 也就是有些 營養午餐的 那時候有查出來 有些CS的 肉餅確實有 但是這個回去查的時候 這部分可能那個 最終的結果 可能要 還要再去確認啦 那現在就是 最近有說 有CS的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要確認一下 他這個 這個數據 和他的一個 這個肉的來源 確實 是不是 因為如果是CS的話 他 應該是國產肉啦 不是 沒有這個 所謂的進口 因為大家在在講說 這是不是有混到啊 這些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 還要再做進一步的確認 好 這個 當然我們討論到這個消費者的 補償問題啊 最近這個 這個我們的養豬協會啊 為了要求自保啊 他們弄的切結書 我覺得這切結書的概念不錯啊 這美牛 大家 談到這個強制標示啊 標示進口商 標示販賣商 標示來源國 但是 大家怕的是你這個亂標啊 是不是有可以導入所謂的這個 大家業者要求大家自保啊 大家切結啊 說我們來源這個是完全屬實 成立一個基金 美牛愛台基金 對這種愛台基金呢 你出來之後 消費者有看到吃下肚子裡面啊 都都求助我們 你要找誰找誰要啊 產生了一些後遺症 這樣的一個東西啊 你標示進來 你販賣到牛肉攤 牛肉麵爹一些牛排館 啊 產生了一些 不實的標示 這些錢啊 應該要到消費者 來做消費者補償 所以啊 我覺得 未來如果有政策有修法 有鬆動 要從零檢出 導向啊 這個 有條件開放的時候啊 我希望啊 能夠啊 來成立 所謂的 美牛 愛台基金啊 專門對於 吃到美牛 有被檢測到 萊克多巴胺 相關的這個 收入金的東西啊 要來給消費者 來補償 這樣才是合理 謝謝大家 我會跟著我 報道 我會跟著我